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美50周新冠感染与住院人数上升 欢迎收看7月16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之后 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 不再采取防疫措施 全美50个州的确诊病例都开始回升 美国疾控中心就表示 目前的疫情演变为未接种疫苗人群的疫情 97%的新冠住院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美国50个州与华盛顿特区的新冠病例都在增加 目前的每日平均感染人数达到2万6千人 比上周上涨了70% 住院人数每天大约为2790人 比上周上涨了36% 死亡人数每天211人上涨了26% 美国疾控中心指出 97%的新冠住院患者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 包括阿肯瑟 密苏里 佛罗里达和内华达州 阿肯瑟大学医学院院长帕特森表示 现在医院人满为患 每10天感染人数就会翻一番 而美国疾控中心预计 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长趋势 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可能恢复口罩令 并且对没有接种疫苗的旅行者实施限制 目前大约有三成的美国人尚未接种疫苗 甚至抵制疫苗 美国疾控中心当天呼吁社交媒体平台 打击不实信息的传播 而不少美国的企业和医院都要求员工接种疫苗 美国的大学也开始要求学生和教职员工接种疫苗 罗德岛在本周宣布 当地成为全美第一个要求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 在秋季返校前都必须完成疫苗接种的州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士顿报道 另一方面 湾区的基线一事16号发布建议 希望民众参与室内活动时能够恢复戴口罩 旧金山的官员则继续敦促更多的市民 接种疫苗来对抗Delta病毒 湾区各县市重开一个月来 新冠感染率均出现增长 6月感染样本检测发现 Delta变种病毒占了43% 而即便是疫针接种率高达83% 完全接种率达到76%的旧金山 也出现了新增病例猛增的态势 旧金山新增病例 从6月19号的日均10宗 到本月7号的日均42宗 而本周最新数据显示 日均新增达到73宗 与三周前相比暴涨7倍 湾区期限仪式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披露 本周康特拉科斯塔县 每天新增病例达到93宗 发病率为每10万人5.7人 且比例还在攀升 因此阿拉米达县 康特拉科斯塔县 马林县旧金山 圣马特里奥县 圣克拉拉县 索诺马县 以及伯克利市 联合发布了市内口罩建议指南 只有纳帕县和索拉诺县没有加入 方航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开始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警讯 根据报道 纽约州州长科莫将以本周六 接受州总监察长办公室 对他性骚扰指控的调查问讯 17号的问讯表明 调查人员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最终的调查报告将于近期出炉 此前庶民女性公开指责 民主党籍州长科莫 对他们有过不恰当的身体接触 和攻击性言论 科莫最初对此道歉 并表示自己在如何对待女性的行为上 学到了重要的一课 但此后他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 并质疑指控者和要求他辞职的 民主党同僚的动机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BioNTech 于周五表示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同意 优先审查他们所提交的数据 使其研发新冠疫苗 有望在明年1月之前 获得完全的批准 共16岁及以上人群使用 如果获得完全批准 辉瑞疫苗将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 宣传其新冠疫苗 并改变价格 完全批准还允许疫苗在疫情结束 美国不再被认为处于紧急状态时 继续在市场上销售 莫德纳公司也已于6月初提交申请 寻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全面批准其新冠疫苗面向成人使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桥期 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部门组织论证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于16日获批在3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 目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 3到17岁年龄组 已经在河南完成127临床试验 3到17岁人群免后综合抗体 阳转率为100% 综合抗体GMT和阳转率 与成人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接种后安全性良好 不良反应主要为发热和接种部位疼痛 而且不良反应发生率 随接种剂次增加而逐渐降低 与此同时 全国多地启动了 针对未成年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广州卫健委16日表示 广州即将启动12到17岁的 未成年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黑龙江也从7月份开始 将为12到17岁的初高中学生 按照从高年级到低年级的顺序 进行接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全线收低 大型科技股领跌 投资者正在消化本周的企业财报和经济数据 美国6月的零售销售数据超出预期 不过企业消费者信心指数 意外跌至5个月的低点 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收据新闻方面 美国联邦疾病管理与预防中心CDC 在7月9日发布更新的 幼稚园至12年级学校指引 进一步地强调 该中心与校方一致同意 以全面开放面对面教学为第一优先 同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该中心也提出了 减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的策略建议 供校方参考 加州将根据这份指引 落实包括佩戴口罩指引和强劲的检测等 多项预防性的措施 近日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联合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举办了一场关于新冠疫情的最新通报会 出席当天通报会的 由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代表 Hosea Montero 以及中心负责疫苗接种的主人医师代表 Laurie Higgs 为民众就美国最新的新冠疫情数据进行通报 专家表示 本周以来来自印度的Delta变种病毒 已经成为美国新冠感染的主要毒株 该毒株有着更强的传播性和致病性 对未接种疫苗的人群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我们可以告诉你 Delta变种病毒是美国最重要的病毒 在美国最重要的病毒 在我们的国家的证明显示 比较57%的这种病毒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一月前的中午 只有26% 所以在几个月 Delta变种病毒 从26% 到57% 的那种病毒 我们可以复制 另一方面 专家同时也表示 如今的疫苗 对Delta变种病毒 依旧有效 而数据也显示 那些近期病例激增最多的地区 均是疫苗覆盖率相对较低的地区 因此 专家呼吁 符合资格的民众 尽快接种疫苗 并保证自己 完成所需要的 两针剂量的接种 以达到最佳的免疫效果 但我可以回想 对说 Pfizer 和Moderna нь。 都内防得 两计则 都等配备 好的 对兄弟们 Knowing 最后的课程 跟区 每个小小匙 19% 甚至 疏 尽 病例 对 本次的研讨会是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自新冠疫情在全美肆虐以来举行的一系列疫情通报会之一 该系列通报会旨在给美国少数族裔群体提供最新的疫情资讯 并与此独处这些社群做好防疫工作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据Arcadia Living养老护理中心在南加州雅凯迪亚市举办了开业仪式 众多当地民选官员到场支持 在当天的开业仪式上 由雅凯迪亚市市长戴首身 副市长郑伯仁 市议员Tom Beck等多位当地民选官员到场祝贺 与众多本地居民 养老中心的住户和家人朋友一起参与了庆祝 几位嘉宾分别致辞 对一直为居住在此的老人们提供服务的管理团队成员表达了感谢 市长戴首珍也为管理团队的代表献上了贺壮 因为我一直认为Akalia很多老人住在Akalia很久了 那他一旦把房子卖掉之后 他们就必须要搬离开Akalia 但他的朋友都在Akalia 所以我很希望有像这种地方 就是他们房子卖了 当然就很多钱了 赚了很多钱 那可以住在这里 他也不需要缴房地产税啊 或者是买保险啊 车 汽车保险啊 而且在这里一天24小时都有人照顾你 所以我很高兴这个地方一直连续在这里 所以祝他们越来越成功 据了解 Akalia Living 养老护理中心有近70名员工 有专业的管理团队 还有专门的医护看护人员和厨师团队 以及负责保洁和维护的人员 团队力求全方位地照顾老人们的饮食起居 同时还有着多样的室内外活动 来为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 团队近期还更新了最新为老人们提供的WiFi挂坠 可以随时随地呼叫护理人员 并采用高科技追踪定位系统 保证员工能第一时间帮助到老人 这些智能设备的引入也让Akalia Living 成为了一个更高效且专业的护理中心 我们在Akalia Living是一个老人中心 我们有97个房间 现在我们会管每天三顿饭 我们也有活动给老人 每天他们早上到晚上都有活动 也有吃饭 也有护士 需要帮忙的时候会有个护士过来帮忙 每隔两到三个小时都会看一下老人 OK还是不OK 在当天的仪式上 拥有超过500名精英经纪人的南加州最大华裔房地产公司 Pinnacle Real Estate Group领先地产团队的销售经理黄佩安 也向来宾介绍了Pinnacle与Akalia Living团队的强强联合 并表示这个合作将力求为每位长者朋友以及家人 带来专业高品质的服务 凤凰卫视林海琪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伊莱福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今天在洛杉矶喜来登酒店 举办了产品和事业说明会 智智体技术的世界顶级科学家 埃莫克布莱尔博士心灵现场 为200多名消费者和经销商做产品的深入讲解 伊莱福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自今年6月18日举行运行发布会后 在北美市场引起了广方关注 而本次的产品事业说明会的举办 旨在让消费者和经销商更加全面地了解 伊莱福公司和其产品本身 在说明会上 公司管理城的Kate Wang女士 纸质体技术的世界顶级科学家 埃莫克·布莱尔博士 临床营养科学博士Mary Lim等嘉宾 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从市场 科学和技术的专业角度 全方位地介绍伊莱福的公司和产品 对于这些东西的美国 我们在确保这些产品的产品 使用这些磁化技术的技术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解决简单和简单的问题 人们在普通的产品上 只了解 埃莫克·布莱尔博士 在过去的13年中 开发 改进和实施了一种 专有和创新的方法 来生产定制纸质体配方 自从这种方法开发以来 布莱尔博士已经获得了科学界多项大奖 并拥有两项专利 2014年 其研究成果被行业公认为 五大抗氧化配方之一 我们知道在前不久 我们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 一个人体实验数据已经公布了 那么这个是2020年 我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Jennifer 她跟再生产员公司合作 就用我们的这个 用我们的支质体包裹技术 去做基因编辑的一个输送和治疗 所以呢 从我们现在这个营养素的输送呢 那么它只是刚刚开始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公司呢 在这方面 在吸收的方面 在支质体方面 一定会引领这个行业 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的立足点 它有长久的一个发展规划 在说明会上 嘉宾还表示 一来服务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将把目光置于全球战略下 携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而来 不但通过这份事业 提高大众的健康水平 也帮助普通人创业 使他们最终获得财富自由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白亦辰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不wij till�데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有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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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